剛出的男主角 設定電視台跟我們製作單位 是希望吳宗憲來演 嘿嘿 憲哥剛好那時候有 三四個以上的那個 綜藝節目在手上 天使有機會我會再做季工 就吳宗憲來演 厲害啦 實現那個二十年前的 大家失去那個合作的機會 台灣經典古裝連續劇 季工在1995年10月上檔 一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因果教育為主軸 由演員沐玉華 陳文山 鄭志偉等人 領銜主演 同時還捧紅 當時史詩新人的周明增 來當技工男主角 該劇分成不同單元劇呈現 在平日六點半檔推出 每集半小時 播出長達一年多 將近五百多集 創下驚人收視 紅遍台灣大街小巷 讓不少家庭固定守在電視機前 資深演員沐玉華 當年在劇中飾演 修煉千年的狐狸精 白玲 同時也是幕後出資策劃人之一 他受訪揭秘 二十九年前 技工選角原本是選定 綜藝天王吳宗憲來飾演 音錯陽差過程也曝光了 這個就是我公司拍攝的 也是我策劃的 然後呢 技工好幾百集 非常轟動 當初的男主角 設定電視台跟我們製作單位 也是希望吳宗憲來演 那憲哥剛好那時候 有三四個以上的 那個綜藝節目在手上 他說 可不可以一個禮拜 只能一兩天耶 我說不行耶 可一兩天這樣子的話 昂擋可能沒辦法 會開天窗 新戲即將就要開拍 男主角人選還沒搞定 就在眾人紛紛苦惱時 沐玉華 靈機一動 我說 我找一個許不了的兒子 然後我就帶著 帶著相關人員去晚會 我說這場有他 趕快看就那樣子 很像他爸爸 然後呢 開會的時候啊 主管就講 可是他沒有知名度啊 那收視力誰來扛呢 他說有吳宗憲跟你的話 那也是 就收視力應該是比較有把握嘛 那時候都拚收視力 再拿廣告 我說沒關係啊 這不管你是反派 或狐狸或什麼 我來演啊 我來扛啊 我來扛這一個人 等於做怪的布景就對了 對外拍胸脯掛保證 會演獨具 周明珍有無限潛能 事實上當選角敲定後 沐玉華內心 其實忐忑不安 那那時候我一 然後一通過 我就好緊張 我就去租露影帶 我租大陸的技工 香港電影的技工 台灣的電影技工 我說 欸 周明珍啊 你要好好的 把這三部戲都看了 直接一直看 吸收他們的精華 然後再用你自己的樣子 你會詮釋的這個技工來演 技工就那樣子 那你不要仿他們 你仿自己的 你把他們的精神 抓到你身上 讓你的精神融合在這個技工裡面 所以就很成功 當時會找周明珍的原因 是看到他身上什麼樣的特質嗎 因為我對他爸爸比較了解 他爸爸就是許不了嘛 以前我們去公園啊 大家都會每天看到啊 然後每一場都見面嘛 我很想看到爸爸變魔術 那後來沒有舞台秀 沒有歌廳秀了 我們就開始跑外場活動嘛 我就碰過他 我就想 這個他兒子還真的有一點像他耶 表演也蠻像的 蠻詭諧的 我覺得他來演技工會不錯 所以我就推薦給製作單位 我自己也是老闆之一的 後來捧紅了周明珍啊 那憲哥有沒有很餓完之類的 他大概也是客氣啦 碰到的就說 哎呀我上次應該是 多幾天給你 那技工這麼紅 又那麼久 我沒演真可惜啊 這樣我說不會啊 你也很紅啊 你要那麼多 這樣讓別人紅 也讓別人賺錢 有機會再合作 其實有機會我會再做技工 就吳宗憲來演 實現那個20年前的 大家合作 失去那個合作的機會 也不錯啊 憲哥這次一定要有空的 刪掉兩個節目 然後好好的做 做五百集 對不對 把人心再抓回來 對不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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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